今天呢 我們要來談一個 叫 Lagrangian Equation Lagrangian 這個字聽過了對不對 在哪邊用過 我們這一堂課 叫什麼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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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忘掉了 那 Lagrangian Equation 它事實上它是用在一個機械結構裡面的 所以在還沒講這個方法之前 我們先來談一下機械結構 那大家都已經念過物理了對不對 我來看一下大家對物理熟到什麼程度 好吧 來 這個不是線圈 這個叫彈簧 好不好 這彈簧 所以 K 這個叫什麼 蛤 滋鈴 滋鈴 damper 所以它有一個滋鈴係數 B 對嗎 然後這邊有一個外力叫 F of T OK 好 那如果說我從這邊量起 這邊叫 S 等於 0 拉到這個地方叫 X OK 這個叫做標 當我開始在探討機械結構的時候 你心裡面一定要知道 那個所有的牛頓運動定理呢 它事實上都跟你講一件事情叫做貫性坐標系 慣性坐標系 就這個坐標它沒有加速度 那不管是不是有沒有加速度 只要你是坐標系 第一件事情要選圓點 圓點一定要先選好 OK 所以畫這個圖呢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找零在哪裡 OK 零到你跑到哪裡去 這個很重要 那零在這邊以後呢 你當然就會有一個 X 在那邊跑 對吧 可是呢 你會發現呢 如果用這樣來做的話 這邊很麻煩 為什麼麻煩 因為 這個 X 從這邊是零的話 那到時候有力量會跟彈簧有關 會跟彈簧有關 所以到時候會有另外一個量叫 delta X 這是必須要先去注意的 好來 那當你把這個畫定以後呢 再來就是要做牛頓運動定理 或者 Newton's law 牛頓運動定理講的是什麼 誰知道 牛頓運動定理 F等MA 對吧 請問怎麼證明 有誰證明過牛頓運動定理 F等MA OK 不要懷疑根本沒從證明 OK沒有人在證明這一個了 OK 這叫做觀察 好不好 牛頓運動定理對還是不對 要修正 這個為什麼要修正 大致上是對的 蛤 大致上是對的 大致上是對的 好籠統 果然是工程人員 OK 不是科學家 OK 好 我們下個課再繼續來看 沒有 剛剛只是那個model 因為是C打 C打應該不是S加法蘭之倍打 應該是前面還要乘上一個S 對吧 應該是S S加法蘭之倍打 就是本來那個是Omega的 所以應該Omega後面還要再加一個積分器才會變C打 大家還是眼睛正大大的 好 沒關係 OK 趕快到這邊來 我相信大家看得懂 因為到現在大三以上了 都要有自學能力 好不好 你們的成就跟老師一點關係都沒有 都靠自己來 來 Newton Slow OK Newton Slow 事實上有三大運動定義 對不對 第一個 慣性 對吧 慣性 就是近著橫近 動著橫動 對吧 對吧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大哉問 以前亞歷斯多德就問 所有東西受力才能動 對不對 對啊 生活裡面就是推它才會動 這怎麼會錯咧 當然錯了 對吧 所以有人就問了 那天上的星星為什麼會動 太陽為什麼會動 為什麼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啦 那時候不知道怎麼辦 很簡單嘛 有天使在推嘛 天上那麼多神對不對 推一下當然會動 OK 好 那神學不提了 第二個運動定義 就是F等於MA F等於MA呢 也是一樣 各種實驗把它弄出來的 非常重要 被蘋果一打到以後呢 重力也有了 各式各樣東西都跑出來了 但是不要忘掉 F等MA之所以會出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的 那個卡式作標已經發展很完全 所以迪卡爾的貢獻實際上非常重大 那它並不是一個真理 因為後來愛因斯坦又把它推翻掉 對吧 當速度到光速以後所有質量都不見了 哪有什麼F等MA 所以有很多的這種 意思就是說 牛逆動定義呢 只適用在我們這種速度有限的一個情況之下 才能夠去做 OK 這是牛逆動定義 第三個叫做反作用定義 就是這三個 但不論怎麼樣 我們在推導的時候 最常用的一定是中間那一個F等於MA 所有的機械結構你在做一定是牛逆第二運動定義 那牛逆第二運動定義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物體本身本質上面 我常常在講 我們判斷事情要有三樣東西對不對 一個是你的本質 第二個是你的作用 第三個是你跟外界的一個互動 這是判斷任何事物三樣基本的本質 所以第一個本質 你有一個質量 對吧 這個質量有什麼作用呢 F等於MA 受力一定要產生出加速度 那產生這個加速度 一旦跟別的物體碰撞以後 會有反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所以 這就是一個整個物理世界所描繪出來的 那F等於MA要怎麼去看它呢 他講了 你現在有一個質量 所以牛逆動定義呢 看一定要是看哪一個東西 注意喔 我們現在才掛一個 等一下掛兩個 我看這個東西叫M 這個東西呢有沒有受力 他有沒有受力 受多少力 蛤 他如果停著 停著的話有沒有受力 你怎麼知道停著有受力 停著的話當然有受力 以合力為0 對吧 是不是 好不停著的話 開始在動的時候 它已經動起來了 受了哪三個力 這個力 還有 這個力 拉力 這個也是拉力 對吧 所以一個東西在那邊 我這邊拉它 一定會被彈簧返回去拉 一定會被阻尼返回去拉 所以基本上它受三個力 因此呢 在F等於MA裡面呢 你會有一個F of T 這個叫做外力 然後呢 第二個力 為什麼要負的 因為是反抗的 不讓你跑的 我F在拉 它反抗我的 應該要剪掉 B的 X dot OK 但這個X dot 在這邊 等一下我再來弄 那 剪掉B的X dot以後呢 再來什麼呢 你還要扣掉 K的 X 這就是彈簧力 對吧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 MA A是 X 差不多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寫出來了 那這裡的X是不對的 對吧 所以 是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X是什麼 是 Δ X 因為我們的X是要量彈簧的X 彈簧的形變 看到嗎 彈簧的形變 所以這邊的X是彈簧的形變 用這種方式來看它 這是淨力 會等於MA 那由這個式子呢 它告訴我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當我這個物體想要動的時候 那 受到力量 我一定要有加速度 這是接觸力 對吧 沒有談到未能的問題 所以 M的X double dot 加 加 B S dot 加 K X 要等於F OK 搬一搬了 你會發現 原來一個物體的運動 竟然是一個二次為M方程式 二次為M方程式 那到這裡以後呢 就不需要學機械了 只要學什麼 RLC 對不對 是不是 RLC世界就來了 RLC的世界長像什麼 你們有沒有學過這個方程式 就是學過沒有 像說 RLC串聯 對吧 RLC串聯的話呢 電壓的微分 兩次微分 加上RC分之一的一次微分 加上LC分之一的那個V 會等於什麼 LC分之一的Input Volage 對吧 很典型的一個二次嘛 OK 這就是二次為M方程式 那二次為M方程式裡面 如果再去做比較 你在 電路學裡面呢 它事實上是有一個儲存能量的 它有儲存能量的 對吧 我們說 電感裡面 它靠電油 也就是磁場來儲存能量 電容裡面 它靠電荷來儲存能量 這兩個是有能量的 機械結構靠什麼來儲存能量 靠什麼 彈簧的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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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RLC呢 有LC兩個半的一個角色 這邊不用 這邊只要一個微能 對吧 那 我們的電路學裡面呢 靠一個東西來消耗我們能量 什麼東西 電阻 這邊呢 靠什麼 阻力 去做 靠這個東西 來消耗我們的能量 OK 那當然有時候會有一個摩擦力 假設呢 我們這一邊不談摩擦 OK 好 電路學裡面告訴你說 你所有的能量集中呢 你所有的能量集中呢 是RN1的Li平方 加RN1的Cv平方 對不對 放在電感裡面 加上放在電筒裡面的能量 那其他的是什麼呢 其他的是 它的那個 運動的 所謂的那個動能 動能 那裡面當然有動能 動能的一些表示是不一樣的 可是在機械結構裡面呢 它裡面非常清楚 非常明顯 怎麼樣來看它呢 這個物體呢 我們知道 它有一個 Henetic energy 動能 這個動能呢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 2分之1的M S.平方 這是它的動能 對吧 那它的位能呢 會儲存在 彈簧裡面 Kx平方 對吧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不用外力 假設 我們不看外力 不想把外力加進去 然後呢 我就把這個彈簧呢 先拉到一個位置 拉到一個位置以後 一放 放了以後 F of t 等於0 對吧 一放喔 一放以後呢 這個動能跟位能 必須怎樣 守恆 對不對 但守恆的條件 不能夠有消耗 物體元件的 也就是說 什麼東西不能消耗 這個不能存在 這個不能存在 這一存在就完了 那怎麼樣去看出 這一些東西呢 我的動能跟位能 到底有沒有守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total energy 會t加上u 我有一個能量 我想知道呢 我如果是這麼一套系統 我不受力了 我只是先把它拉到一個位置 手一放 它就開始動起來了 那它的動能加位能 會不會守恆呢 如果它守恆的話 E dot會等於多少 如果它守恆 守恆意思就是說 總能量不會隨著 時間改變 所以它的微分 一定要等於 0 對吧 那我們來看看 微分到底有沒有等於0 好不好 來 E dot會等於t dot 加u dot 這個微分多少 M X dot XW dot K 另外呢 K XX dot 看到嗎 然後我們把X dot 提出來 裡面會 M XW dot 加 K X OK 那 MXW dot 加KX 會等於多少 假設F等於0的話 大家回去看這裡 MXW dot 加KX 會等於多少 負I dot 負I dot 負I dot 負I b X dot 負I b X dot 負I b 平方 好 那 在這一邊 M V K 呢 事實上 同時大和0 可以 這個機械結構呢 告訴我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原來我本身這一個能量能不能守恆 大家看到這裡 1.會等於這一個 有沒有等於0 它什麼時候才會等於0 不動的時候才會等於0 x.等於0的時候才會等於0 只要x.不等於0 不管你是正的還是負的 是往前跑還是往後跑 因為都是平方 這一項永遠都是負的 1.1的微分小於0 是代表什麼意思 隨著時間增加還是減少 減少 所以這個系統最後會不會停下來 會 因為能量一直在損失 我的最後總能量會到0去 大家看出來這個意思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機械結構 從這裡我們當然就看出幾個 原來m有一個角色 m叫做質量對不對 質量是系統的一個本體 m它是一個mass mass它代表叫做inertial 冠性 所以有質量就會有冠性 我們就要講冠量 另外一個k呢 這是一個stiffness 彈簧的 彈簧的 彈簧本身它有一個剛性在那邊 剛性的意思就是說它不是rigid 它是柔軟的 但是有時候非常非常硬 但是總是會動 那因為它的結構會變形 ok stiffness就是一個剛性了 但這個剛性不是無窮大 它會變形 既然會變形呢 就會儲存能量 ok 它會儲存能量 所以這一個呢 它會store energy 它會去儲存這個能量 那b呢 這個叫做damper ok 它是一個阻泥 那這個阻泥幹什麼用呢 既然叫做阻嘛 阻止嘛 所以它會消耗能量 它是dissipate dissipate的一個energy ok 它會損失 散失這個能量 這是它們三個不同的角色 所以只要是任何機械結構 注意喔 只要是任何機械結構 一定包含三項 一個是inertial ok 這邊是質量對不對 後來是力矩的話呢 它會變成另外一種叫灌量 旋轉灌量 那m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k 代表的是儲存能量 k 還有一個什麼呢 b 代表是damper 消耗能量 但通常因為我們還很喜歡把它拿到我們的地球上來 給它一個高度 有一個位能 所以它另外一項叫gravity 所以位能有兩個 一個是內部自己儲存的能量 一個是因為在這個空間中運動 移動的高度 地球有一個保守力 對它所給它的未能變化 所以後面呢 我們都要來看這些東西 好吧 這個是一個基本式喔 所以以後呢 你們會看到一個叫做mvk system 只要是機械的叫mvk system 看到這三個字呢 現在要慢慢覺得它很可愛 對吧 mvk mvk system 那一個當然不過癮啦 我們現在來看兩個 好不好 兩個串起來以後呢 會長什麼樣子 講一個意思 哪一個是mvk 我問你mvk ok 現在變這樣 同樣的 我們以彈簧的形變 當作 那個 量測 基準 ok 所以是用彈簧的形變 所以這個是跟著彈簧走 這個也是跟著彈簧走 那另外一個呢 力量f就開始拉了 現在就要開始來看 那一拉的結果呢 要有什麼定理 牛洞運動定理 對吧 那牛洞運動定理要用幾次 兩次 因為現在有兩個物體 ok 那 那 反回來寫的話就是 我會有一個 m1的 s1 double dot ok 我正在跑 m1 s1 double dot 那 我自己本身在跑的這個過程呢 他到底受了什麼樣的一個力量 這會變成什麼 第一個 他受 f of t 對不對 第二個 他一定會被這邊拉 會被這邊拉 ok 拉多少呢 結果能夠發現一樣跟剛剛一樣 減掉 這邊 v我用小寫來打寫 小寫 好 ok 會有 v1 s1 dot 然後減掉 k1 x1 ok 好啦 那這個是什麼情況 這跟剛剛一樣對不對 我剛剛的情形是什麼 這邊把它定住了 所以我寫到這裡是把它定住了 是把它定住了 現在我定住了嗎 沒有 我沒有定住 沒有定住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他可能往前跑一點點 對吧 他可能會往前跑一點點 那 他一往前跑一點點的時候 那是不是整個你在拉長的這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就被擠壓過去了 你的真正的那個彈簧的那一個什麼 那個變化量 並沒有那麼大 對不對 所以這裡要加多少回來 看到這個意思嗎 你這個 x1有壓一點點 是沒有錯 你拉了你壓 但是後面怎樣 把你 推一點點過來 所以 兩者之間呢 事實上是有一點gap 所以這兩個之間呢 是 不一樣 不一樣的 好 再來看 那 對第二個來講 它同樣的喔 到這邊來看的話 它收到幾個力 這邊 收到幾個力 剛剛你在拉的時候 這邊不是把你拉過來嗎 對吧 現在呢它還會 這邊會把你拉過去 這邊會把你還拉回去 也就是說你這個力量過來呢 事實上它靠這個力量慢慢拉過去 一拉過去的話呢 你會得到多少呢 這一邊會 所以 負的 v2 x2 dot 減掉 k2 x1 dot 然後是 我好像弄錯了 來 我看一下 這個是固定住的對不對 這個是拉嘛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我直接把它寫下來好了 免得等下又講了 寫了老半天又插了一對 好 然後呢 Fb1 酷的 OK 好 好 謝謝 來 這樣看比較清楚 免得又寫了 我剛剛本來想按照習慣 就直接一直砍過去 反正還是按照這個寫 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第一個 這邊要盡力對不對 對不對 要盡力喔 那 這個盡力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Fb1 為什麼 因為 這個物體呢 它實際上受三個力 一個是這個力 一個是這邊拉 這邊拉 對不對 所以 這裡有兩個力 那 這兩個力裡面呢 它把三個力加在一起 不過在加的時候 注意 合力是相加 但 這個Fb1 它事實上 因為x1 我們都先假設它是這樣 這個方向是正的 所以它是抗力 它一定是抗力 所以 你可以看到 Fb1 第一項 x1往那邊跑 這一定是抗力 這一定是抗力 OK 可是呢 這樣一做了以後 你會發現呢 當你在這邊拉的時候 你當然是這邊固定住 你去拉嘛 但不要忘掉了 你拉了x1 事實上 這一邊也往前推 這一邊也往前推 所以 彈簧 這個彈簧 基本上 不是像你講 你往那邊拉 因為後面還要怎樣 推過來 所以 這裡 把你補償掉 OK 看得出來這意思嗎 這是補償掉了 所以 這兩個力量 應該是 K1 這樣 這兩個力量 就是這樣把它補償掉 OK 那同樣的情形呢 對這個來講 有四個力 所以 剛剛是拉 這邊是這樣抗 所以這邊當然就是這樣拉的意思 你如果從這邊把它切斷來看 這裡有兩個力是這樣拉 它是這樣拉過去 但是這樣拉的時候呢 這個力量又怎樣 反彈 拉 所以這兩個是抗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一定是抗力 但這兩個呢 是反向的 所以剛剛這一邊是 加 這邊就要變減 反向把它拉回來 OK 那這個地方呢 為什麼說 有時候會比較難 第一個 因為我們都電機系的 OK 那 碰到機械結構呢 我們沒有辦法像機械系的 他們學了什麼 靜力學 動力學 一堆的 那有時候我們真的都還會怕怕的 那 對我來講 事實上我們在 我自己是電機系的 但我們在大學裡面 就要學這個 叫古典力學 就要學這個 那問題也沒有學得很全 對吧 所以呢 有時候看這個 還蠻恐怖的 因為你很難去 真正去看了 是你的那種想法裡面 有沒有辦法 那麼直接就帶進去了 看久會啦 沒有這些概念 你沒辦法了解 這個機械結構 到底你在做它的時候 跑出一些量 它到底出現了哪些問題 這些問題的出現 你要怎麼樣去克服 你還是要回到這一種 這個叫做 Free Body Diagram 的做法 所以你們到機械結構 有時候會看到一個 叫Free Body Diagram OK 叫Free Body Diagram Free Body Diagram 意思就是說 我看這個的時候 這個就不管了 只看它上面力的作用 我看這個的時候 就這個不管了 只看這上面力的作用 一個一個一個看 然後再 因為彼此之間的力量 是反作用力的關係 所以一個一個把它串起來 你就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把它推倒出來 OK 那 這是二階的 對吧 那如果再加一個呢 那不得了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他就說 不要用這種做法 他告訴我們一個 更快的做法 OK 叫做 Lagrangian Messer 或者Lagrangian Equation 什麼叫Lagrangian Equation呢 這是Lagrangian它推導出來 它說 你去設計一個L 讓它呢 T-U OK 那為什麼要T-U呢 後面我們再證明 你先去找出這一個 那 這裡有一個T 有一個U 對吧 所以T會等於什麼呢 T有T1跟T2 T是動能 T呢 它有T1加T2 所以是二分之一的M1 S1.平方 NZ的M2 S.平方 這叫動能 OK 那它也有位能 OK 所以也有一個U1加U2 所以是二分之一的多少 K1 S1 平方 它本身呢 也會存留那個位能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它跟你講說 那請你呢 去做 對 所以 Si dot D DT 加上 Si 然後是 Qi 帕球 踩球 OK 所以還是要拿獎益才對 OK 好 OK OK 要寫這樣子 變這樣子 那 這個寫法裡面呢 當然大家會覺得跟那個不太一樣 事實上它也有另一個變形就是這樣 OK,就這樣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 第一個,t是跟dot有關,u是跟x有關,不是微分 那因為這都是偏尾,所以l對i來講,l跟i這兩個偏尾的話 你會看到事實上是跟這個有關,對不對 那對si dot的話,這邊事實上是無關的,只跟這個有關 當然你會說,那這邊u跟si dot也無關,所以這個也拿掉 是拿掉沒有錯,但有的時候是不能拿掉 後面有些狀況是不能拿掉 但這個是一定可以拿掉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寫成上面那一個 這個是標準式 這個是標準式 那如果按照這個的話呢 我們當然就要去問 那l對xi的微分 你把l對x1做偏尾會等多少 l對x1做偏尾就是 t對x1做偏尾,u對x1做偏尾,對不對 那t對x1做偏尾是0 這個對x1做偏尾是多少 是吧 負的,nz這個翻過去對不對 這翻下來,所以是k1 負的k1 s1減掉s2 ok 對它做偏尾就變這樣 看懂嗎 同樣l對x2做偏尾 t對x2 u對x2 t還是沒有用 但x2有兩邊 這一個跟這一個 看到嗎 所以這個對x2做偏尾,nz提過去 是k1 s1減s2 k 然後呢 負荷提出去,但因為這個負荷變加 另外一個是 減掉 k2 s2 就變這樣 k 你對s2做偏尾的話 翻過去 這一個就變成s2 就是按照這樣做 那同樣呢 我也可以l對x1 dot做偏尾 那因為 u是跟x1 dot無關的 所以是t對x1 dot k t對x1 dot t對x1 dot 所以這個無關 因此呢 是m1 s1 dot 就這樣 ok 然後呢 這一邊呢 會對s2 dot 一樣t對x2 dot m2 s2 dot 就這樣 就這樣 那有這個以後呢 我們再把這一個 對t為分 所以這是m1 s1 double dot ok 這一邊是 d of dt l對s2 dot 是m2 s2 double dot 就兩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利用這種寫法 你可以把這個直接呢 變到裡面去 那整個呢 就可以把它 湊在一起 ok 那你最後 你會得到什麼呢 講錯了 這要剪了 這要加 這個要 好 所以這一邊要 問題是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還有一個Qi 好 什麼叫Qi呢 來 Qi 本身啊 就是外力 OK 注意喔 它是跟能量無關的外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加在第一個的外力 有哪兩個 這兩個 這有兩個外力 對啊 還有沒有 還有一個F 在這裡 所以它有這些外力 另外加在這裡的呢 一樣 有那一些外力 OK 那那些外力是哪裡來的 是 這一個來的 OK 這個來的 那當然你會講說 那這個也是外力啊 這個算不算外力 保守力 它裡面 它只是能量沒有損失的一個保守力 所以真正會損失的能量是這一個 B1跟B2 B1跟B2 那個叫做Generized Force Generized Force 所以根據這一個呢 我們就可以把 按照它的寫法 就從這邊開始 就是 M1 S1 Double Dot OK 然後呢 減掉 就是這一邊 這是PartialSi在這個地方 對吧 PartialSi在這個地方 所以 我剛剛直接把它減了 這個應該要改附的 這個應該要改附的 OK 應該這樣 很麻煩 OK 所以 這一邊要 要直接帶進去 就要加上K1 S1 減掉S2 就這一個 然後這一邊要Q1 然後一樣的 M2 S2 Double Dot 再加上 在這個地方 是 K2 S2 減掉 K1的S1 減掉S2 會有一個Q2 OK 會這樣 那你這個Q1是什麼呢 Q1就在這個地方 就這一個 這一邊 不是 這兩個 然後呢 這一邊是 這一個 跟 這一個 所以 Q1呢 是 F T 加 FB1 Q2呢 是 FB2 減掉 FB1 OK 大概是這樣 好 好 那因為講義 寫得還蠻清楚的啦 所以 我也 在課程上 事實上 我就想說 直接就這樣跟大家帶一下 那一切以講義為主 一切以講義為主 OK 那這一邊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第一個 任何 這系統的一個運動 它一定會遵循牛頓運動定理 F等於MA 所以 真正所有的基本公司呢 應該是來自哪裡 F等於MA 好 一定要來自F等於MA喔 那可是呢 後來發現系統啊 如果舉個例子 我現在系統裡面有七八個 然後彼此之間呢 那種連續又亂七八糟的 那這做起來相當恐怖啊 這 絕對沒辦法去弄 像一個很 很點心一個 那個機的結構 像機的手臂 根本就沒辦法去動它 OK 很難去推導 所以呢 後來才發展出 這個所謂的Lagrangian 那Lagrangian 它用的是從 能量的角度 進去看 OK 用能量的角度 那它就去推一個 L等於T-U 不過剛剛在推導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訝異 剛剛是用T加U喔 到這邊跑到這邊變成什麼 T-U 這兩個之間 是刻意的嗎 不是 因為 他們兩個 彈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T-U呢 那個U 是當作力量在做的 OK 當作一個 後面就是 我們叫做保守力 保守力在看 也就是從力的觀點去看 那本人在推導那個能量 真的是純能量在看 沒有辦法拿到這邊來推導 T加U那個 只是在跟你講說 整體能量的一些下降趨勢 T-U 它拿到這邊來 它事實上是從力的角度在看 一些東西 我們會去證明 那個Lagrange method 那 利用這種方法呢 會簡化呢 我們很多機械結構的推導 OK 一定可以簡化 那當然 你要去掌控每一個關係 那你可以看到 L L 既然是T跟U的關係都是能量 所以 它一定有一些東西 是不是能量能涵蓋的 它事實上是在消耗掉 所以 這些能量跟消耗能量之間 一定會有一個關係在 那個關係呢 就是因為 你有一些力量 在這裡 這些力量呢 它一方面可能會提供你能量 一方面可能會把你損耗掉的能量 所以提供能量的是外力 就是F of T 消耗能量是什麼 是摩擦力 那那個摩擦力應該是屬於結構的一種 但是呢 因為它是屬於消耗性的 它不是那個動能 它也不是一個位能 所以它是屬於這一塊區域 它會屬於這一塊區域 我們後面連重力位能都要擺到這邊來 所以這一邊呢 將來還要擺一個重力位能 這一邊還有 還有其他的一些柿子 我們必須把它放到這個區塊來 所以 拉關鍵的方法呢 就是這樣子 但 可能 沒辦法用一個 這樣講 這本來就是一門動力學的課 動力學要學到中間 才能夠去介紹這些東西 不過我們是學控制的 我們沒辦法 我們一定要去面對一個 機械結構 那一機械結構有時候很複雜 有時候很簡單 那既然我們沒有辦法從原始的 很基本的一步一步一步這樣學下來 但至少我們要看得懂 當別人在最後推給我們看的時候 它所代表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這裡面其中的每一個項 它到底是長什麼意思 我們至少要能夠講得出來 所以在這一門課裡面 我刻意在利用應該算是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要刻意來談一下 這個拉關鍵的 method 那這個 method 也希望大家好好去把它了解一下 再來呢 我們再補充一點 為什麼要去做 我們還沒有進入拉關鍵 也還沒有進入 那個旋轉式倒立蛋白 不過呢 為什麼要去做旋轉式倒立蛋白 這麼一個東西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目前我們的控制 只寫出一條方程式 對不對 那一條方程式 雖然有機會把它變成二維的 OK 真的把它變成二維的 不過呢 將來呢 大家所碰到的那個方程式 都不是那個長相 尤其機械結構都不會是 component 一多以後 你會發現 一大堆的一次方程式 跟二次方程式串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整體上來講 它就會變成另外一個方程式 就是StateSpace的Discretion S.等於AX加BU OK S.等於AX加BU以後呢 那個事實上 就已經變成一個 二維以上的控制器了 那如果碰到二維以上的控制器 我們要怎麼樣呢 才能夠去對付它 所以呢 首先呢 我們就必須開始探討一些東西 這樣 緊接著呢 我們後面要談的是 Lotary 的 Inverted Pendulum OK 叫做旋轉式的倒立蛋白 這你們都看過了 而且我也一直在講 學控制的人沒有玩過倒立蛋白的 不算控制的人 OK 至少大家呢 你們好好去把它玩一下 那 這個倒立蛋白呢 它本身 因為它是一個非線性 不穩定的 它是不穩定的 所以它就更具有被控制的一個價值 也就是來驗證了我們自己的那一些控制器 不過跟傳統上不一樣的是 我們以前在看的可能是類似這個東西 OK 大概就是一次式 包括馬達的 把它簡化以後變一次式 對吧 可是這個一推完以後呢 不是 這個一推完以後呢 是一個MBK系統 M是一個矩陣 這是一個矩陣 X是一個向量 然後呢 會有一個V 這裡呢 會一個S dot 然後呢 會有一個K 這裡會有一個X K 然後這邊呢 會有一個F 你給了一個力量 所以 最後我們呢 要處理的是 正面一個系統 也就是 你如果用兩個來看的話呢 它事實上是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呢 當我的系統 當它的維度 越來越複雜的時候 你會發現呢 可能會到二維了 那我們這個會到幾維 旋轉式到一三百 幾維 一軸有兩維 一軸嘛 一軸有兩維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剛剛不是也在推 那個 MS1 double dot 跟MS2 double dot 有沒有 那幾維 剛剛那個兩塊那幾維 四維喔 因為 一個維度是兩階 對不對 所以總共是四維喔 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這個是四維的 換句話說 江海大家在看這個 matrix的時候 它的長相是什麼 這邊是二乘二 可是你要畫到 s dot等於 ax加上u的時候 你要畫到這個四字的時候 這個a是 4乘4 我們控制器是要用這個來做 那目前要把這個轉到這一邊 必須要先學會這一個 要先把這個推倒出來 OK OK 好 那我們下禮拜 會來跟大家 稍微證明一下 lagrangian 是怎麼來的 你要是將來沒有去 技術系學 這個大概這輩子 你唯一聽到的 lagrangian怎麼來的 所以 大家一定要好好去 把它思考一下 那我們就開始 來討論一個 純數學的問題 來推導 這個lagrangian equation 為什麼會長那個樣子 lagrangian equation 是在這個mechanical system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equation 那 上次我在推導的時候 也大概用了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用 free body diagram來做 每一個block 就一直做 但你可以想像到 要是我這邊有七八個 甚至每一個彼此之間 有一堆的互相的作用力 那你必須要一個一個討論 那個討論起來 那簡直是不得了 對吧 所以lagrangian 它就開始用另一個方法 跟你講說 你不需要這樣做 你把每一個的動能未能 搞清楚了以後 套一個公式 就把它弄出來 那當然講起來都很好聽 就把它弄出來 對不對 那以前我在推導 那個勞性幣的時候 就是一根尺 軟的 軟趴趴的 那一根尺 你必須想辦法把它切成四段 當作四塊硬的那個機構 然後去推 光那一根尺 可以寫掉我十頁的A4的尺 那時候要用手寫的 你們現在用電腦打 對不對 每一條方針式 一條方針式 假設說 什麼 M11 等於什麼 後面那邊項 你拉到寫下來 可能要有三十項 那每一項你都不能錯 對吧 那個寫下來是洋洋灑灑的 好來 我們趕快進入這個議題 那lagrangian equation 它事實上 它需要 一個量叫動能 一個量叫 衛能 就這兩個 那我們首先來看 這一個 Tenetic energy 那這個 動能呢 假設它是 二分之一的 I 1到3 N M I prime Si dot 平方 那其中呢 這一個 MI prime 會等於 這個 後來我有改了 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去把它稍微 這是新版的 不過上禮拜就改了 如果這禮拜call的話 應該一樣 這個是高師符號 這是高師符號 這是高師符號 我先解釋一下這個意義 那你在空間中呢 你可能有幾個質量 假設有 M1 M2 M3 點點點 搞不好 這邊呢 有一個 M N OK 總共我有N個值點 那因為這是一個空間 每一個值點的話 每一個 它都會有 每一個 每一個值點呢 它事實上都會有三個方向 你在描述它的時候 換句話說 我這一邊會有一個 圓點 OK 這個圓點就看它 那當然每一個都會有一個座標對不對 可是呢 你也可以在這一邊呢 構成一個 O1 的一個 圓點 所以 它自己本身呢 會有 X1 X2 X3 三個方向 各別的 各別的 那同樣的 M2的話呢 這一邊 也會有一個 中心 對吧 那這邊會有什麼呢 X4 X5 X5 X6 假設這樣 類似這樣 每一個值點上面會有三個座標 所以按照這種方法呢 你去描述它的時候 這個座標應該會有幾個 3N個 這3N就是這樣來的 空間中有N個 大N個 這麼多的值點 每一個值點呢 會在三個方向上面移動 所以它會有三個方向 它會有三個方向 所以呢 這個每一個值點 像說這裡是M1 對不對 可是在這個方向也是M1 這個方向也是M1 這個方向也是M1 所以表示呢 這個M1' M2' M3' 都相同 OK 看懂嗎 對 對 第一個值點M1 來講 它的座標是 X1 X2 X3 第二個 座標是 X4 5 6 第三個 789 對吧 就是按照這個 一個有三個 那如果按照這種方式就是 M1' 1 2 3 應該都是M1 M2' 4 5 6 應該都是M2 OK 懂得意思嗎 所以這個I 是跟著這個I在走的 這個I是跟著這個I在走的 所以對M1來講呢 它有M1 X1.平方 M1 X2.平方 所以對它來講是 M1 X1.平方 M1 X2.平方 M1 X3.平方 要寫這樣 OK 可是呢 這樣寫對我們這表示是很難寫 對吧 我們寫成什麼 M1' S1. M2' S2. M3' S3.平方 就這樣 OK 所以M1' M2' M3' 都等於M1 OK 所以你可以帶到這邊來看 M1' I是1 對不對 所以1帶進去 3除以3剛好1 曲告式乎還是1 M2' I是2 2再進去 3-4 整數還是1 所以這還是M1 看到嗎 M3 I等於3的時候 這是3-5 3-5的話 還是一點多 曲告式乎還是1 所以 從這裡呢 剛剛會等於這樣 好 可以看出來嗎 這是告式乎好的意思 好 那這個動能呢 它代表意義就是說 在每一個磁點 三個方向的DOT平方 整個寫下來 這叫總動能 這叫總動能 再來 有這種動能以後呢 我們當然來問 XI DOT 有什麼呢 XI DOT 它會寫成 SUMMENTION N J從1到N PARTI 然後是 PARTI QJ PARTI QJ DOT PA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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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好 這個SI DOT 可以寫成 這個式子 那為什麼它可以寫成這個式子呢 它這意思事實上是 XI它跟Q1 Q2 到QN T有關 它有 N一個 變數 有N一個變數 那我不知道大家 對這個感覺怎麼樣 好 我現在呢 就用我們的 那個旋轉式倒立蛋白 或倒立蛋白的概念呢 先跟大家稍微描述一下 假設這樣 OK 那 對這個來講呢 你可以看到 對這一點 它會有一個座標 這個座標叫什麼 S1 Y1 對這一點會有 S2 Y2 對不對 可是 S1Y1 S2Y2 跟誰有關 它跟 C打有關 跟 Phi有關 OK 那如果按照明來寫法 這邊你可以幫它寫成S1 S2 我幫它 用我們的寫法好了 這要S1 S2 拿下來 好了 S4 S5 S6 假設有M1 M2 M2 OK 那 剛好它都放在某一個平面上 所以既然放在這個平面上 X3 這個 X3跟X6呢 它是Constant OK 他們是放在Z等於多少的一個平面上 那這個是X跟Y嘛 所以這是XY XY 對吧 但不論怎麼樣呢 你去看 這邊有一個C打 這邊有Phi對不對 X1跟什麼有關 X1是多少 X1 X1 X1在這裡對不對 假設這叫L1 這叫 這叫L2 所以 這個 X1是這裡 OK X1會等於什麼 L1的 Cosine C的 OK X2呢 L1的 Sine C的 OK 那 X4呢 X4 X4 X4在這裡 X4是這樣下來對不對 所以是 X1 再加這一段 那X1是 L1的 Cosine C的 再加L2的 在這裡 OK 那 L2這一邊呢 你要怎麼去看它呢 因為它是往下降下來 這邊是Phi 等於0 OK 所以 你很明顯的 你可以看到 它是往這一邊要降下來 可是 角度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叫 C的 它往下 這個叫Phi 所以 這個角度叫 C的 看到嗎 C的 所以是 L2的 Cosine C的 Cosine F decid f OK 好 不知道大家看的結果怎麼樣 那 如果按照這種方式的話 請問 X1 跟什麼有關 C的 跟Fhi有關對不對 是C打 Fhi 只是Fhi0而已 但你可以寫下來 X4呢 所以不論哪一個X的變數 都會跟C打Phi有關 所以C打叫做Q1 Phi叫做Q2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在這邊C打就是Q1 Phi就是Q2 所以我們的XI 跑到哪邊去了 XI是跟Q1到Qn有關 但如果它還是在跑的話 這個X本身還跟時間有關的話 這個也可以寫下來 它就會加一個時間函數 這個時間函數當然大家會覺得 不是都放在這裡嗎 為什麼會有時間函數 如果今天它剛好在動的時候 你當然就有可能 有一個cos 、ωt 之類的 這個會有一個t跑到這邊來 OK 好,所以XI也知道了 所以XI.會等於什麼呢? 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知道 維恩方程裡面 XI.事實上是 D的XI.會變成D的XI.DT 對不對? 那D的XI.DT要怎麼做呢? 它會變成D的 Partial XI.會變成D來自於XI.DT Q2D的Q2DT 可以 一手往下寫 再加 再加到最後一項是什麼呢 partialSiQN D的QN DT 但不要忘了還有一項 還有一項是partialSi partialT 然後這一邊是 D的T over DT 所以DT over DT是多少 1 對吧 所以這一項 材料 好啦 那我們來看 前面這一些 就是這個 最後一項 就這個 看出來嗎 這應該要把它拉長一點 你有多少的變數 但Q1到QN跟誰有關 不要忘了它跟T有關 Q1到QN 因為它也是時間函數 所以它是跟T有關 所以才會寫成這種方式 這叫做一個所謂隱函數的一種方式 所以 那個篇尾裡面 我們用的是這種寫法 所以Si.就長這個樣子 那你當然可以帶進去 OK 好 再來 我們來 有這些項以後呢 我們再來看 這個所謂的moment OK 我們來看所謂的 generalized momentum generalized momentum 是什麼呢 我們叫做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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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momentum 那Pk是什麼呢 它有一個基本定義 它是 t對 qk ok 所以大家已經可以稍微看到 momentum有點類似動量 對吧 動量 因為T是2分之1的mv平方 你對v來偏尾的話 就剩下mv了 所以這個事實上就是動量的意思 一個動量的意思 那為什麼叫generalized呢 因為這些Q1 這些呢 叫做 generalized coordinate 叫做廣義坐標 中文裡面我們稱為廣義坐標 OK 中文裡面我們稱為廣義坐標 generalized coordinate 那T對Qi 這邊來做偏尾的話 會變成什麼呢 一樣 我們回到這邊來看 這個地方 那這裡有 xi. 對吧 xi.因為微分了以後呢 都會跟誰有關 Qi.有關 都跟Qi.有關 所以是可以做偏尾的 它可以做偏尾 那做偏尾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呢 它會變成 summension i從1到3n mi'si. 然後呢 partial si. partial q k. OK 變這樣 從這一項來 這一項 你把它 這個是 Qk 注意喔 我們是Q1到Qn 現在是Qk 好 那 對它來做偏尾 既然對它做偏尾了 這2分之1 2 移下來就約掉 對不對 這約掉 所以這一項不見了 那不見以後呢 Si.留著 另外要 Si.對Qk做偏尾 Qk.做偏尾 Qk.做偏尾 我們現在要針對 Qk 但不要忘掉了 這個 j從1到n裡面 Qk只有幾個 這邊只有一個Qk 其他都不是Qk 所以其他的通通不見了 如果對Qk做偏尾的話 注意看這個 Si.對Qk.要做偏尾 那 在這裡面 這一些項裡面 只有一個Qk. 它只有一個Qk.其他都不是Qk. j從1到n裡面 只有一個 j等於k 所以這裡面只剩下一項 那一項是哪一項 就是 Si.對Qk Qk 這有Qk.因此 你如果去看 我把 Si.真的把它展開 我不要用summension 我一項一項把它寫開 對吧 那 j從1到n裡面 事實上 Qk.只有這一項 其他都沒有Qk.對吧 所以你做偏尾的時候 你把它 Si.對Qk.做偏尾的時候 會等於什麼 就是這一項而已 會等於 就這一項 好吧 所以我可以把這邊替換掉 當然你就會問 這麼速學 對不對 他這是什麼東西啊 OK 事實上有時候想 就是說 它在一點點的一種變化之下 等於是位移的變化量 是一樣的 只是那個時間量拿掉而已 這是合理的 當你變化一點點Qk 你會無形中也變化一點點Si 剛好是那個量 而我們也只管那個量 所以 同樣那個量 你是做微分 就變成一個DOT 類似那種方式 所以在 某個單位時間裡面 這兩個 是相同的 這是可以很合理去看出來 所以 所以那個 generalized momentum 就會變成 這個式子 好來 再來 那 有這個generalized momentum以後呢 我們再來要做一個 就直接把 pk 再做微分 pk再做微分 那 請問 momentum微分叫什麼 動量微分叫什麼 衝量 是嗎 衝量是什麼 衝量是什麼 衝量是F的積分 對吧 力量的一個積分 衝量嘛 衝量它實際上是一個片段 動量的微分叫什麼 大家都知道F等於MA對不對 牛頓運動定理 最初的學法不是F等於MA 是什麼 動量的變化等於MA 對吧 動量的變化是什麼 就是一個力 就是一個力 OK 你要了解這個意思吧 F等於DP DT 所以這是一個 類似動量的一個變化 那這個動量的變化呢 這邊當然也有兩項了 所以會等於 summension i等於1到3n mi' xi double dot 看到一個我們覺得還蠻可愛的項出來了 對吧 QK 還有一項的是 這個的微分 所以要加上 但是呢 要加微分 OK 所以這邊只是做了一個 微積分的一個操作而已 好來 那同樣的 我們來看 這一項 這一項 那這一項 對於T來做微分 對不對 那這個 是不是時間函數 這個 當然是 s i 是 t 時間函數嘛 又一堆的 q i 它也是時間函數 對它做偏微 當然還是時間函數 所以這時間函數 我們呢 再從這一邊 這個 會等於 summension j從1到n 然後 partial xi partial qj partial qk qj dot 然後再加上 partial square si partial t partial qk 好 會變這樣 好來 第一個 這一個對 T來做偏微 那這個函數 什麼函數 一樣一堆的 q1 q2 q3 對嗎 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 既然呢 這個對它做 partial以後呢 它還是一樣 是 q1到 qt 到t的 還是一樣喔 x是 這些函數嘛 你對 這個函數來做偏微 其中的某一項做偏微 當然還是這個函數 它還是這個函數 好 那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既然你可以寫 對每一項 對吧 所以它應該寫成什麼 如果真正你愛寫的話 應該說 我有一個si 這裡有一個si 對不對 那這邊是 qk 是這一個 可是 這個函數是 跟什麼有關 是q1 q2 一直到 qn t 有關 是這個函數喔 所以 這一邊 是這個函數 所以 這一個要對什麼 t來做微分 所以 又要一個一個來做偏微 對吧 第一項 是不是這樣 這是一個函數嘛 這個函數對q1做偏微 OK 然後 因為你對q1做偏微 在q1對dt 所以第二項要怎麼寫 第二項 再來 第三第四到第 N項 D Q N D T 最後一項 這樣 所以 一項一項就寫下來 那這一項怎麼合併 這一項就是把這邊變平方 這個乘進去 所以就是這邊的第一項 對嗎 看到嗎 再來 這邊有一個e喔 就是q1 dot 這個就是q1 dot 這個就是q1 dot 第二項是什麼 第二項一樣放進去 q2放進去 q2 dot 就是這一項 所以一直到 D N項 那最後一項呢 單獨陳列 OK 就是這樣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那個只是表示法 有這一項以後呢 再來是 xi dot 對q k 我們剛剛有寫到一個 是這一個 好 OK 這裡有一項 那現在呢 我們把 xi dot 對qk 單獨對qk來做偏尾 那 在這個地方 你要對qk做偏尾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呢 一樣 這一項 這一項 都是q1到qk 對不對 這裡也一樣 但這個不是 所以 這個不會是qk的一個函數 因此你只要對這個做偏尾就可以了 所以會等於 j等於1到n 平方 xi qj qk 這一邊是 xi parti parti qk 回到這一項 看到了嗎 你把 你把 這個 xi dot 因為它長這個樣子 這一個 這一項 這一項 我們剛剛講的 這一項事實上就是這一項 就這一項 它事實上就是這些 都是這個函數 所以呢 你對qk做偏尾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這個每一項 j等於1到n 每一項都有一個qk 所以你就 單獨拿這個來做偏尾 ok 後面 少寫 這邊要qj dot ok 好 這不動 然後這一邊也是一樣 ok 看到什麼 有沒有完全一樣 好 完全一樣對不對 看到嗎 又變了一次 換句話說呢 你先對它做partial 以後做微分 竟然等於 微分以後做partial 是一樣 這裡就在講這件事而已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看到一個就是 d over dt xi對qk 會等於 xi dot 對qk 好 有這一個以後呢 我們再來看pk dot pk dot 在這裡 那pk dot裡面呢 這一項 這一項 在那邊有沒有 所以這一項要改成 partial si dot 對qk 把這一項改掉 好 所以呢 我們會發現 pk dot 原來可以改寫成 i等於1到3n mi' xi double dot partial si partial qk 直接把他帶進來 再加上 subvention i從1到3n mi' xi dot 然後呢 用 partial si dot partial qk 直接把他帶進來 換掉的意思啦 就換掉而已 好 好 那換掉這一項 有什麼用呢 再來看 這個t呢 如果對qk ok 對qk來做偏尾 t啊 對qk來做偏尾 那t是什麼呢 不要忘掉 t是 2分之1的 subvention i從1到3n mi' xi dot 平方 好 這個 這個是t 對吧 基本定義嘛 那 這個是t的基本定義 但 xi dot 的平方裡面呢 事實上 也是一樣 q1到qn 都有喔 除了有微分以外呢 現在上面事實上也有這些項 ok 因為 xi本身就是那些項嘛 你微分以後 只有單獨在微分 其他還是留著 所以每一項 這個xi dot 事實上還是誰的函數 q1 q2 q3 直到qn 對吧 因為它做微分值 最其中一項微分其他留著嘛 所以還是都相關的 換句話說 這個地方會變成什麼呢 它會變成 我們 subvention i 從1到3n 然後是 mi' si dot 然後 partial si dot partial qk t對qk的微分呢 會 這一項 是不是 沒問題吧 ok 那 是這一項以後呢 一不一樣 完全一樣 所以呢 原來呢 我們又更進一步了 i從1到3n mi' si double dot partial xi partial qk 再加上 qk qk 來加上 qk 好像慢慢跑出來了 對吧 有沒有看到 開始了 開始把t拉回來了 現在已經把t拉回來了 好 拉回來以後呢 再來看這個 這個是mi'它受到的一個力量 所以呢 mi' si double dot 根據牛頓運動定理呢 它應該有一個fi的力量 對吧 fi的力量 但事實上呢 它還有另一個力量 是ri 那這兩個合起來叫做淨力 ok 那 這兩個力有什麼差別呢 有時候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我現在隨便舉一個例子 ok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在推的時候 像你這樣推 對不對 你推fi對不對 請問它受力多少 這受力 這裡有一個力量喔 不要忘掉了 這邊會 反推 ri回來 ok 當然你可以說它負的啦 因為這要用加來看它的話 所以它是一個反作用力 合力才會變這個樣子 那下一點的時候 對它來看的話呢 這邊事實上會有一個ri 換句話說呢 對不同的指點 對mi不同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一個單獨作用在這個力量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受到別的物件的反抗力 反作用力 這個叫做constrained force 那這個constrained force 最後加起來會不會做工 不會 互相抵消嘛 當然不會做工 所以這一項最後的合成呢 會等於0 最後合成它會等於0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不好 那從這裡呢 我們會 往下做呢 會得到什麼呢 所以 p k dot 會等於sumventioni從1到3n的fi 外面加的這個力量 然後呢 xi對q k 這是一個 然後再加上什麼呢 然後再加上什麼呢 再加上sumventioni從1到3n 然後是i一樣是xi對q k 然後再加上t對q k 好 就整個把它寫下來 那在這一邊呢 事實上是一個合力的意思 我們剛剛講過這是力量嘛 所以這邊事實上是一個合力的意思 那這個力量通常都會怎樣 互相抵消 所以這一項呢 不堪啦 就是內力啦 有時候講起來就是互相內部 互相去抗衡的一個力量 那 這一部分當然 那在動力寫裡面 他講一串 這叫constrange force 那我這邊我就先列掉了 有興趣的自己去看好不好 最重要的是 外面加進來的這個力量 這個fi很重要 好來 那有這一項以後呢 我們再來看 我們就可以得到呢 這一個p k dot 會等於q k 然後加上t對q k 以力量的觀點來看呢 這一個是外面合力 對它的一些分力的作用力 這事實上有點類似分力啦 因為在某一個方向的力量嘛 所以這個整個合起來呢 我們假設叫q k 作用在於d k的位置的一個外力 就會得到這一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 再來呢 是我們定義 再來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p k 事實上不要忘掉 p k是這一個 p k是這一個 所以p k dot是什麼 d over dt t q k dot 減掉 t q k 會等於這個 ok 我們會得到這一個項 ok 好 那 這個q k呢 事實上是外力 對吧 這個q k本身是外力 可是不要忘掉了 外力裡面有很多的力 是屬於保守力 什麼叫保守力 這個力量是來自於 那一些廣義坐標的作用 像說重力 重力也是保守力 對不對 重力它跟高度有關 重力它跟高度有關 所以重力本身呢 它也是一個 Q k的函數 小Q k 就是generalized coordinate的函數 所以 Q k裡面呢 又分兩種 Q k裡面又分兩種 一種是外面加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呢 是真的直接contact 有一種是什麼 內部的保守力 就是裡面的事實上是跟那一些未能有關的 那有時候是重力未能之類的 好 利用這種概念呢 我們再把這一個Q k呢 再往下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假設 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呢 The system only encounters 如果呢 它只有遭遇到 The conservative force 如果它只有遭遇到保守力 保守力就是未能的意思 是未能的意思 那如果是一個保守力的話 沒有真正的外力的話呢 那會寫成什麼呢 它會寫成底下這個式子 這個Q k呢 會等於負的 未能對 Q k 這是保守力 好 為什麼這樣 幾個例子 重力 重力未能是多少 mg h 對不對 那如果對h做偏偏變成什麼 mg 就是這樣來的 好 mg h 是重力未能 你對h做偏偏 h是它的高度 對h做偏偏就變成mg 就變成力量 k 就變成力量 而且它是屬於一個保守力 是反 就是反向的 事實上 你因為你加給它這麼多的能量 才得到的 所以呢 從這裡呢 我就知道 如果你只有保守力的話 會得到這一個 我把這個寫完 減掉 我還是拿這個當例子 這個會不會有重力 如果g是這樣 對吧 那請問它的重力未能是多少 如果這邊沒有質量 這個有m1 這個m2 是不是就是高度 所以高度的話呢 這個假設c 這個假設phi 假設這樣 所以這個高度就是 這是l1 l2 所以這邊就是l1的sinc 對吧 這是l2的sinphi 所以整個的位能呢 這個位能啊 你可以看到 是否是什麼 m1 g 對不對 高度是l1 sinc的 ok 那另外m2呢 也是g v 但高度是l1 sinc的 plus l2 sin phi 對吧 所以我的v 跟誰有關 跟c的 跟phi 有關 那你受的那個位能呢 放在那一邊 你當然就可以拿位能 來對它做偏微 以後得到力量 好 那個力量叫做重力 所以你只要把v呢 對c的做偏微 把v對phi來做偏微 你就得到了 只是說呢 它並不是一種考量 它最重要的考量是 你對哪一個來做偏微 所以你可能 針對c來做偏微 可能針對phi來做偏微 看你要討論的是這一點 還是這一點 那個叫做generized force 那 這邊當然有很多的 所謂的機械結構的物理意義 那對大家來講 因為大家沒有去學過那個 動力學 經濟學 是必須付出一點想像力量 OK 那我是希望這種課程 最重要的是想做一件事情 我不會到最後要求大家 去推倒這個公司 OK 推倒這個公司 只是讓大家心裡有個概念 也許哪一天你真的跟我一樣 學控制 你們最後一定要去機械系修課 跟我在研究所完全一樣的 要去學什麼彈力學 什麼一堆這種奇奇怪怪的課程 那學到那些以後呢 你就慢慢開始會有這一些感覺 那那個位能呢 為什麼會對qk來做偏微 就是這個原因 OK 你可能會對c打 這有q1 q2 這是c打5 你可能會對c打 你可能對phi來做偏微 OK 那這個做完偏微以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一定跟g有關 所以它是屬於 它本身是屬於一個重力項 它是算重力的一個分量 OK 所以這叫qk 你要是今天只受保守力 你會發現呢 搬過來以後會變這個 OK 會變這樣 那按照這種寫法呢 它為了要再更簡化 它本來已經有點簡化 就很高興了 就是沒有位能的話呢 我的t可以寫得很好對不對 對不對 這事不是很漂亮嗎 結果未能跑進來以後 攪局了對不對 弄成這個樣子 它就很不高興 它就說 我就Define L呢 叫做t減掉v k Lagrangian 這個叫l 就是所謂的 Lagrangian 這一個字 Lagrangian 就是l L L equals to t minus v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邊是t減v 那不要忘掉的是 v本身呢 v本身是跟微分項無關的 它跟速度無關 所以這一邊呢 如果也改成l的話 對速度偏微都是0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最後我可以寫成什麼 最後我可以寫成什麼 k 就回到l 又很漂亮 對嗎 所以為什麼說 在我的系統要推導的時候 我一定要先去找t 要去找v 就是這個理由 就是這個理由 ok 那到這邊當然還不能夠滿足 為什麼 我所有遭受的力 不一定只有什麼 保守力 對吧 還有可能是什麼 直接的外力 如果你今天還有遭受直接外力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還有遭受直接外力的時候 not only face the conceptive force 如果不是只有這一個喔 那麼 我就必須呢 再進一步的把 那一個所謂generalized force呢 把它放進來 q k 再加一 必須再加進來 看你還有什麼樣的力量 加進來 像什麼樣的力量要放在這一邊 有什麼力量要放在這一邊 第一個外力直接推它 對吧 直接推它 另外一個是摩擦力 你在跑的時候摩擦力也是 那個沒辦法放在model裡面 所以呢 最後我們就得到了 這一個式子 ok 好 我這一期最終的任務完成了 就算是 去吧 吃 吃 了 去吧 點 吧 來吧